不厉害了 厉害就吃完了 离谢宁万达茂5公里 99%人都知道了 芝蓉名店 驴肉罪恶店 刘兆兴 快看这个驴碗茬 多漂亮 多少钱一斤 120一斤 切点 你们猜这个是什么 这么小块200多 不是切糕 好肉看着就漂亮 来 不讲别的 两口一杯 吃之前我先给它接到个价格 驴排 驴肠 都是120 第二 驴驴子 28一个 碎鹅是98半只 对吧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鹅椒 里边有芝麻 大枣 枸杞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在场之前跟你说两件重要的事 之前跟老板吹牛逼 吹了半个小时 第一个他们家刘兆兴 是百年 五代 老牌子 同时它是苏派驴肉 我们之前吃的都是北方驴肉 晚北 河北 山东 这是酱驴肉 漂亮吗 旁边带着这种麻辣的辣酱 我觉得先不要 先吃吃它酱的味道 带甜渴 你在北方驴肉一定要吃到甜渴 这是带皮的驴肉 这是最贵的 148一斤 为什么贵呢 就是因为皮质型 驴皮质型 驴皮要做鹅椒 所以它贵点 我们蘸点这个酱 我们蘸点这个酱 它的酱调的很好吃 但是吃驴肉的话 我觉得不用蘸点 就已经很伤了 这种灵动性 是买了五年扒出来的吗 不是啊 案子没破 不就上桌了 这是我进门看了第二个想吃的菜 就是它这个驴排 你看这个侧面 明暗观众给我吃你 哇 太香了 这个大包子 我们今天是胡椒 你干嘛再来一份不一样吗 吃不了 今天给我们做个宣传 我们再来个胡椒 我的认识你懂吗 嗯 上面吃 把皮子勇勇 你看看 年少不止 多才好 多才疼我 算了小子 驴鞋子二十八一个 这个胡椒来了 我刚刚跟那个小伙伴讲 不要胡椒 画成这个驴水脚 哎呦 画什么时候 给你手机手机死了 大姐头 听我讲 好 可以了 我拍视频 我讲完啊 这样啊 今天这桌菜是580 为什么不让她买蛋呢 因为我另外买了500块钱的那个 儿章 回去送给你老妈也好 送给你老婆也好 回家不吵气 还是啊 大子 现在送我的那个 那个什么叫胡椒 胡椒 好吃 好吃吧 我怎么报答你呢 现在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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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就行的 接花 你还是老板来啊 我吃报王的 我吃老板的 老板听你的还是你听老板的 我给你听老板的 你看那个讲话口气的不行 人家都在看上火里在吃吗 我饿了就吃完了 哈哈 哈哈 真的 真的 真的